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就在锦大人锦与门 进行而心情满满地说完这个计划后 他的崇拜者持叫最高智商川斯郎 就接着正正地说 原来如此 这便是故意让卡斯郎听去的假计划 那么真正的计划是 从听到这空听后 锦先生 锦与门让人笑得肚子疼得进和表情来看 这个川斯郎所以为的假计划 当然也就是他原本的真计划 而此时雷扎也看不下去的 小声对锦与门说 看吧 过高的评价以后就是过高的期待了 也多亏了真正的智将 在一边旁听到罗同学在这里发话 还算是其身拯救了警戎们的颜面 罗记者说 首先我们假设的敌人 已经知道我们要进攻 那么他们想击垮的 就是你们这些吃小武士 以及三部船长我藏博当家 刘斯塔斯当家 所有人都在安静地听着 罗记者说 你们把计划制定的在巧妙 依然大约有两名傻瓜 会从正面突破 傻瓜大家疑惑地问 而之后我们在第二弹情报中已经猜测的 这两位傻瓜自然就应该是 路贝尔基德而不是路贝尔索隆 罗记者说 那些傻瓜是很好的诱饵 所以其他人可以按照计划 让左右两次山路前进 但是这些人也还是诱饵 武士方代表波达说 把宝贝尔代表心意连案 在这时相继问到了 罗记者回答说明道 只能通过大海了 用我的这艘情绪艇 可以避过那些阻止靠岸的窝流 然后我用能力就能送你们上岛 警戎们接着说 如此甚好 不过罗哥夏 在下还是走在大部队前段比较好 的确 就左右路给一人 在下野走山路 其余人就摆脱了 而修罗童子接着说 明白我们会拼尽全力达到凯多 而如此以来 陶伐大军的真正作战计划 目前其实就已经非常明朗了 没有听到计划 也不需要计划的草帽浴火 还有和草帽浴火竞争的吉德浴火 作为陶伐大军的绝对战力担当 会作为主力军 从正面直闯轨直到农穴 这就算是主力军的第一队 也可以说是幼儿军的第一队 而左右两侧 这是掩护军 或幼儿军的第二队和第三队 罗则会带着阿修罗童子等几位赤销 由水下倒打轨直到后方 再从后门攻入 而这个最后的第四队 其实可能才算是真正的邪击队 而如此以来的话 除了草帽浴火和吉德浴火的第一队 也就是会从正面进攻的傻瓜主力军 以及第四队真正的邪击部队之外 凯发大军在人数上的 主要战力的作战计划 也确实就和警部门 被传仓所以为的假计划一样部署 因此阻止多么的警部门警大人 也就很自然地接着罗的话 并按照流露出尴尬 和掩饰的表情说 好 那就按照原计划行事 而从传仓警接着 就在警部门身后崇拜地说 罗魁是警先生 想的真主导的情话来说 他自然就是把罗部署的真的作战计划 以为城市由他的警先生所为 从雷藏无奈的表情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警部门似乎是又施展了一次大豪色运气 硬插阳错的又为淘宝大军 想出了一个完美的作战计划 但也必须要强调的是 虽然从目前来看 这个罗在警部门夹计划的基础上 做部署的计划非常完美 但意外的状况必定会发生的情况来说 这个完美的计划在某些层面 可能就真的不如 警部门的一个八号参运气来得有效 而如果一个不够或是必定不够 那我们恐怕也就只能指望 和中国目前的 两大八号参运气持有者一同发威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东真题 我们下期再见